积天道以雷霆手段 解决了赵府危机 并将范真人打发走了 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但没想到更可怕的敌人 即将浮出水面 南宫文和南宫武两人 一路狼狈逃回了皇宫 第一时间请求觐见秦帝 大殿中 秦帝开口道 两位爱卿修为身后 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 陛下 孟府的余孽回来了 孟府余孽 这怎么可能 陛下 臣已向上人头保证 孟明氏的后人回来了 孟明氏膝下只有一子 子子不到三十便去世了 何来的后人 孟明氏的儿子虽然去得早 但孟府还有一些年纪小的杂工 现在看来 极有可能就是孟府的余孽 秦帝微微点头 仿佛在思考什么 南宫文继续道 正是此人杀了西将军 除此之外 南宫文将今天在赵府所发生的事情 一一叙述 秦帝听到真人驾铃 沦为陪衬的时候 亦是眉头一皱 朕与四位真人肃无往来 范仲竟选择与朕为敌 还有那老者的修为 当真在真人境以上吗 这点臣也没想到 而且拓拔司成和叶无敌 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秦帝眉头再次紧锁 这时南宫兄弟和一众手下跪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 臣这次任务失败了 还请陛下降罪 这件事不怪你们 起来吧 朕已派遣几千进军接应你们 你们没有遇见吗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摇摇头 罢了 你们都受了伤 应该好好休息 陛下 赵公子已经知道了金牌的秘密 金牌里的图纸 也被那高手拿去了 无妨 其余三块在朕手中 即便及其 也需要他开口 臣还有一事上奏 臣本想借邹将军的手 捉拿凶手 没想到邹将军现在落入谷口 生死难料 朕没有听清楚 爱卿再说一遍 陈思自作主 将邹将军叫了过去 没想到邹将军现在落入谷口 请陛下责罚 而秦帝的表情 一如既往的冷漠 两位爱卿乃朕的左膀右臂 这些年 又为朕除去了很多眼中钉肉中刺 朕岂会责罚你们 南宫文和南宫武低下了头 心中却丝毫不敢放松 果然 秦帝画风一转 但你们触碰了朕的底线 再有下次 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南宫文赶紧磕头 臣该死 绝不敢有下次 秦帝摆了摆手 你们下去吧 南宫文和南宫武赶紧离开了大殿 他们刚来到大殿门口 就听到一名太监说道 陛下 三千禁军全军覆没 很快 三千禁军灰飞烟灭的事 迅速传遍咸阳城 早年有传闻 西夫人深得秦帝欢心 得子诏遇 后来不知为何 西夫人被打入冷宫 永无天日 西夫人也因此卧床不起 再也没有清醒过 赵玉出世后 秦帝册封其为王爷 但无封帝 留在咸阳 禁军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 却无一人说得清楚 积天道对所有的流言蜚语 不以为然 有的时候 气势比手段更重要 就比如杀禁军 他明明可以令徒弟出手 也可以换一种手段 都能达到目的 但那样气势不足 无法震慑他人 只有用雷霆手段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积天道取出那本讲道支点 掀开书页 积天道又一次感受到了 内部传来的澎湃力量 积天道默念天眼神通 如同进入了浩瀚的史书当中 文字编织如画 成人成像 成山成河 在积天道沉浸其中时 耳边仿佛传来声音 讲的什么道 都是胡说八道 修的什么行 全都不行 一个个的文字化作金光 飞入积天道的脑海中 丁 获得天书开卷 积天道清醒了过来 将其合住 好一个讲道支点 积天道只看了一小画的时间 便感觉到 里面蕴含着浩瀚的力量 至于为什么会有 天书神通和天书开卷 积天道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谁留下的这本书 难以置信 仅仅读了一小画 便从当中读到了一种 想要引领天下修行 开辟新的修行之路的 超大野心 但不知为何 后续没多久 书中的悲观情绪 越发浓重 未完待续 积天道感到庆幸 自己是穿越者 不然他根本无法打开 用26个拼音组成的密码 只是上面写的讲道和传道 让他感到疑惑 积天道默念道 使用神通 口诀出现了 金色的光芒 在脑海中来回跳跃 编织成一句口诀 汇聚成语 积天道不断地默念 参悟那句口诀 足足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书册变成普普通通的书籍 积天道睁开眼睛 难难自语道 无量推演神通 观天地变化 推演万物 修炼到极致 可预知未来 这些不过是积天道 自己想的 还得实操验证才行 试试看 积天道默念神通口诀 积天道选择了 最小的徒弟海螺 眼前果然出现了 海螺的画面 此时海螺已经长大 依旧一头白发 但英姿萨爽 正在与人交手 画面只有一瞬 便消失了 天象之力 也在这时中断 积天道感到不可思议 消耗如此之快 积天道不得不收起神通 这什么也没推演出来 推演 顾名思义是推论演变 不是预知 也就是说 刚才看到的画面 都只是一种可能 这个神通太鸡肋 后续再慢慢摸索他的能力 现在可以用到他的地方 少之又少 这让积天道 想起前世看过的洪荒小说 各种大能通过推演 可以博古通经 无所不能 积天道立刻祭出古圣数 将速度调整到二十倍左右 这样一来 原本需要七天左右 才能恢复的天象之力 只需要四个时辰 就能重新保护 好久没抽奖了 来一发 丁 消耗五十点功德 获得勾认之法 幽灵斩 除了老四 恐怕也不会有别人适合 积天道将这套勾法写了出来 令人送给了名是英 这时 系统发布了任务 请调查金牌之中的秘密 任务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任务了 这让积天道有点意外 其实积天道并不想在清廉世界 插手太多的事情 因为清廉的整体实力 要远远高于金廉 如果秦帝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君 很有可能牵连到金廉世界 但现在还真得跟秦帝打打交道 四日上午 四十九剑离开以后 范仲也没有在赵府逗留太久 也一同离开 赵玉来到积天道所在的别院 老先生 宫中传旨 陛下宣宁进宫 积天道传音道 不见 管辈已经替您回绝了 那你来找老夫合师 我娘的脸色 好像好很多了 我想请老先生再去看看 你娘的病 好好调养即可 无需再看 就在这时 陆离开口道 阁主 秦帝来 积天道摇摇头 不见 说完转身返回了房间 只留下陆离和赵玉 面面相去 这个时候 大秦的龙免 已经来到了赵府不远处 赵玉清了清嗓子 老先生说不见 那就不见 可这次来的是秦帝 我知道 秦帝又如何 秦帝可是你爹 我知道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赵府的事 本来就跟你们无关 也罢 虎独不食子 如果他敢为难你 我们摩天阁不会袖手旁观 赵府外 秦帝的目光扫过众人 赵玉何在 话音刚落 赵玉从府中急步走了出来 臣 恭迎陛下 众人都听出了 这句话中的怨气 秦帝长叹一声 正对你们母子 的确是疏忽了 臣不敢 我们还是以君臣相称吧 罢了 听说赵府来了一位高人 正想见一见 他人呢 他老人家正在休息 不方便见客 正想见的人 还没人能得拦住 你赵玉也不行 说完 秦帝大步向府内走去 赵玉也跟了上去 他知道自己阻拦不了 秦帝一路畅通无阻 无一人敢阻拦 很快来到了别院外 一位轻袍见客 报价立 家师今日不见客 各位请回吧 这时南宫文来到秦帝身边 低语了几句 你就是那个 一剑斩杀进军的剑道高手 正是在下 你杀朕的人 朕来治你的罪 是否合理 于上荣点了下头 很合理 小子 你可相信 朕可以随时取你性命 于上荣轻轻摇头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剑 未完待续 这是积天道二徒帝 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堂堂大秦帝国的皇帝 对他落下屠刀 忽然一个声音响起 老夫有一万种方式 取你性命 你可相信 听到这个声音 南宫文和南宫舞 本能地后退了一眼 一旁的赵玉跑了过来 老先生 我实在拦不住 秦帝听到这句话 摇摇头 终究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秦帝淡然道 你有一万种杀我的方法 你想试试吗 秦天道大步走了出来 没有修行者夸张的速度 没有惊天地气鬼神的手段 就这么普普通通的走了出来 但在场所有人都同时后退 秦天道使用天眼通 看出秦帝的修为 果然在真人静里上 过了许久 秦帝开口道 朕相信 南宫文和南宫舞都震惊了 这是怂了吗 老夫本以为你会沉住气 没想到你会找上门 朕的禁军和将军出了事 岂能坐视不管 说完 秦帝坐在了龙椅之上 老夫说过 今日不见客 你执意如此 还要吃亏 来先生误会了 我不是来寻仇的 为君者能容天下人 天下神 秦天道不以为然 唯独容不了赵玉吗 这些年来 朕的确疏忽了他 但为君者 当以天下设计为己任 别说空话了 老夫不喜欢拐弯抹角 有什么事 直接说吧 朕一是想回赵府看看 二是与传闻中的金莲高手 见上一面 秦天道点了下头 两件事情你已做到 可以走了 朕就直说了 邹平是朕的得力干将 大秦还需要他继续效力 秦天道点点头 老夫可以将邹平放了 前提是用三块金牌交换 一旁的南宫文 邹平固然重要 但他还不值三块金牌 秦天道沉默不语 他相信秦帝自有判断 朕可以将三块金牌都给你 但朕还想得到孟府的余念 秦天道微微醋眉 这句话碰到了他的逆铃 直接一掌打出 在场之人都震惊了 怎么突然就出手 秦帝也一掌相迎 彭的一声 两道掌印相撞 消散于天地间 没有任何波及和伤害 秦天道一字一句道 他叫明世音 乃老夫第四弟子 莫说是三块金牌 即便是你整个帝国也换不走 在场之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这老者将一个弟子看得这么重 一旁的明世音听到这话 大为感动 师父竟然这么重数 我们这些弟子 于正海瞪了他一眼 师父一直如此 大师兄教训的对 明世音不再说话 现场安静了一阵子 秦帝开口道 南宫文 你来说说孟府 遵旨 孟将军本是陛下的得力干将 陛下唯以重任 孟将军 西将军与白将军三人领兵于硝山大败进国 一战天下之 可孟将军却在这时 试图弑军逼宫 西将军和白将军将其斩杀 陛下以惊天手段震慑三军 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 老先生可以去都城任意打听 若有半点谎言 南宫文愿意临死谢罪 远处的于正海问道 二师弟 你说此人是真傻 还是假傻 看人不可只观表面 但他至少是个无趣旨 明世音指着南宫文说道 这都是你一面之词 秦帝看向眼前之人 露出一丝惊讶 正以三块令牌 外加玄命草十诛 玄威十五块 高等命格之心五个 与你交换此人 秦帝这句话 一半是为试探 另外一半 的确对这身怀太虚之人 有很大兴趣 秦天道 陈生说道 到现在为止 你都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说完一道掌印贴面来 这是秦天道第二次出手 朕正想借此机会领教一番 南宫文和南宫武 连忙后退 下一秒 刚气交错 万法接面 高级别的战斗 很容易催骨拉朽 毁天灭地 数秒过后 秦帝的脸色 有了少许的变化 秦天道的掌心里 传来一致刚致强的力量 轰的一声 以二人的力量碰撞为中心点 那鼓力量 像是海啸般 向四周宣泄 未完待续 秦天道为了T4徒弟讨个公道 正面印钢大秦国军 双方刚毅交手 海啸般的力量 便向四周宣泄 秦帝凌空后飞 南宫文 南宫舞 以及大内高手 也同时后飞 好强大的力量 摩天阁众人各显神通 各自躲避 方圆万米内的建筑物 尽数倒塌 只需一招 便将赵府拆得粉碎 秦天道与秦帝摇摇相对 这一掌蕴含了近乎四分之一的天象之力 竟然无法对秦帝造成伤害 可见秦帝的实力 不比真人差 甚至比拓拔司成 还要强很多 秦帝开口道 原来你就是那位造成失衡的人 秦连事件好久没有 你这样的高手出现了 这时赵玉怒吼道 秦帝 你到底在干什么 秦帝看向下方的赵玉 赵玉去照顾你娘 少假惺惺惺的 他要是死了 也是你杀的 本以为这句话会令秦帝反思一下 但没想到的是 秦帝很平静 死了便死了 赵玉踏地而挤 正要理论一番 秦帝眉头一簇 将他压下去 几名大内高手迅速掠向赵玉 赵玉大惊失色 老先生 帮帮我 只是他不确定秦天道会不会出手 毕竟这种父子之间的矛盾 外人向来不适合插手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闪身而出 紧接着一道雪光闪过 冲在最前方的那名侍卫 一只手臂不见了 出手的正是摩天阁大徒弟于正海 此时他浑身浴血 如同地狱里走出的魔王 谁在上前一步 死 这段时间于正海心情很不好 他身为摩天阁大徒弟 却在修为上输给了两位师弟 看着老二和老四一直出风头 他很郁闷 要知道 他曾经也是统一几千万教众的魔教教主 再这样发展下去 他这个大师兄 威严何在 一旁的小鱼大喊道 大师兄好霸气 于上荣也轻轻叹口气 大师兄 还是如此争强好胜 这时赵玉朝着摩天阁众人的方向 跑去 看着赵玉的背影 南宫文南宫武 无不叹息摇头 这等于是当众打秦帝的脸 秦帝果然生气了 看向于正海 为了他搭上一条命直吗 秦天道从秦帝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抹杀气 摇摇头道 老夫给过你很多机会 你却不懂得珍惜 现在又想对老夫的大弟子出手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说完 掌心中出现一张高等降格卡 秦帝的感官异常敏锐 此时他察觉到 秦天道的身上气息 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且慢 朕并不想和你斗 晚了 秦天道当即捏碎了高等降格卡 无形而神秘的力量 在掌心里凝聚形成 秦帝久未波动的心弦剧烈跳动 直觉告诉秦帝 必须得先发制人了 秦帝的身影瞬间消失 在四周不断闪烁 这是一种极致的空间规则力量 致命格挡减一 秦天道当即默念天书神通 终于看到了秦帝的身影 老夫便成全你 高级降格卡 瞬间命中 秦帝眉头一皱 这是什么 忽然一股冰凉刺骨的感觉 从头交下 覆盖全身 他想要施展大神通树离开 却感觉像是被死神抓住 令他动弹不得 他奋力挣扎 无济于事 仿佛一只黑手朝着他的心脏抓了过去 在众人看来 秦帝表情异常猙獰 眼中充满恐惧和绝望 这时 秦帝的心盘出现了 众人惊讶无比 竟然是二十二命格 紧接着五刀命格尽数暗淡了下去 有两个命格飞了出来 秦帝也在这时恢复自由 强大的恐惧 令秦帝面容扭曲 化作一道光朝着皇宫的方向飞去 原来 你是太虚中人 朕等着你 老夫说过 和老夫做对会吃亏 你怎么就不信了 本以为秦帝会是个识趣的人 没想到如此不识大体 秦帝 秦帝看向那群大内高手 南宫文和南宫武 无助后退 有的干脆贪坐在地 有的面如死灰 直接昏倒了过去 秦帝 秦帝摇摇头 全都拿下 未完待续 秦帝 秦帝使出了穿越以来最强的一张卡 高等将格卡 此卡一出 天地未知变色 实力达到二十二命格的秦帝 瞬间被削去五命格逃回了皇宫 剩下的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随着积天道义声令下 几个弟子冲了上去 明世音一脸笑意地看着众人 离别勾围绕着他 来回飞旋闪烁着寒芒 南宫文和南宫武的修为 其实在明世音之上 他们却不敢还手 更不敢逃走 在这之前 他们尚且有秦帝撑腰 现在谁给他们撑腰 秦帝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跑了 在场的进军 全都老老实实束手就擒 明世音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积天道看着乌泱泱的人群 将这二人扣下即可 其他人滚 那些大内高手们 听了一脸猛逼 不知道该不该走 那小黄毛看着很阴险 不知道会不会背后狠狠捅一刀 小月儿凶巴巴地说道 我师父开恩都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 除了南宫文和南宫武 其他人一哄而散 这些虾兵蟹将没什么用 甚至连南宫文和南宫武 都未必有用 积天道看着二人 秦帝二十二命格 这便是他给你们的底气吗 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们也是奉旨行事 你们曾是晋国高手 秦帝灭了晋国 你们应该恨他才对 良情责目而期 如果老先生愿收留我兄弟二人 我们会誓死追随老先生 你会错意了 你们还不配入摩天阁 这下南宫文和南宫武 更加难受了 积天道打量着二人 秦帝是不是去过天启之柱 老师回答 去过 去的是 不时天启之柱 在那里得到了太虚土壤 除了土壤 还有什么 大量的玄命草 玄威石 火莲 雪莲 雪人参 天魂草 赵瑜怒声道 你是说 他有雪莲和雪人参 南宫文知道赵玉的愤怒 是陛下不让臣说的 他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我娘病情恶化 他就这么逼着我 深入未知之地 古独不食子 秦帝的所作所为 比食子还要令人气愤 南宫文不敢说话 他也不能理解 秦帝为什么这么做 你委屈个屁 之前自信嚣张的镜头呢 秦天道又问道 秦帝既是真人 为何不除掉其他四大真人 真正的异统大秦 因为有太虚平衡者约束着 在这之前 秦帝一直压制着修为 保持在十七命格巅峰状态 直到施衡出现以后 秦帝便不再顾忌 只是没想到 遇到了您 除此之外 这秦帝还有什么手段 宫中有上古大阵 如果没必要 我建议您不要硬闯 你建一个屁 管他什么大阵 在我师父面前 都是纸糊的 吓唬谁呢 摩天阁众人都无语 自来了清廉事件 他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出 明世音变得很暴躁 这里的一切都看不惯 老奋青了 秦帝倒继续问道 宫中还有何高手 除了我兄弟二人以外 四大侍卫 以及太监总管高成 都有自由人的实力 不过在老先生眼中 不值一提 秦帝倒表情如常 心中却在暗想 这么多高手要怎么对付 这件事不宜操之过急 秦帝这个马蜂窝已经捅了 若是不彻底解决问题 金莲威 秦帝倒点了下头 你们表现尚可 先留你们一命 老先生 您不如就收了我们吧 我保证尽心尽力 忠心耿耿 秦帝倒摇摇头 莫说是你 就算是秦帝 现在跪下来求老夫 也未必入得了摩天阁 你们背叛晋国 背叛秦帝 何来的忠诚 南宫文无言以对 他这样的人 确实没人敢用 秦帝倒下令 压下去 等一下 老先生我知道 我没资格谈条件 但我只想活下来 明世音刚想要破口大骂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秦帝倒抬手挡住了他 老夫便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说不出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也难逃一劫 南宫文看向明世音 让他回避 我才能说 老四 你先退下 好嘞 弟子遵命 师父需要我的时候 尽管吩咐 我立马过来 未完待续 秦天道正要动手 清理南宫兄弟时 南宫文为了保命 又说出一个秘密 我有一次入宫面见陛下时 我闻到了孟府的味道 秦天道疑惑不解 给他一个继续说下去的眼神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味道 是杀戮的味道 你是说 秦帝杀了孟府所有人 南宫文摇头道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 但我并未发现异常 秦天道问道 你的嗅觉很厉害吗 南宫文自信道 我有十四命格 其中有七个命格 结合嗅觉有关 那岂不是浪费了六个命格 一个能力 经过六层增持 将会到达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如果是别的能力 秦天道心绪 直接挖过来 收尾己用 嗅觉就算了 他有嗅觉神通 这个技能就对他没用了 我大哥曾见到过滔天 滔天的嗅觉当时无双 但跟我大哥相比 还是差了点 滔天的能力 秦天道自然清楚 相比之下 他的防御更强一些 嗅觉不过是补充 秦天道点点头 秦帝不傻 岂会当你的面露出蛛丝马迹 如果你所言属实 那么他极有可能是 孟府满门皆灭的背后凶手 南宫文愣住 这个逻辑说得通也说不通 说得通是因为他实在捉摸 不清楚秦帝的心思 说不通是因为 秦帝要灭孟府很简单 一道圣旨即可 何必再亲自动手 我只将我所知的说出来 其他的无从判断 秦天道挥秀道 你们以后好自为之 滚吧 南宫文大喜 抓起南宫武 二人朝着外面飞掠而去 秦天道回过头 看了眼明是阴 没有说话 秦天道将从秦帝身上 获得的两颗命格之星取出 一颗兽王级 一颗是兽皇级 还算不错 秦天道利用天象之力 迅速催动古圣术 提高至一百倍 然后将朱槐的命格之星 放入命宫之中 进入开启第十四命格的状态 在一百倍的速度下 原本需要半年的时间 也会在两天内完成 秦天道不再关注命格的开启 而是祭出五页蓝法身 开启第十四命格以后 秦天道会再得三千寿命 总寿命达一万六千多年 不过牺牲寿命 换取蓝法身并不值得 秦天道想起蓝锡河的那次雷电 倒是提升蓝法身的好办法 第二天中午 命格之星成功嵌入命宫 这个时间超出了秦天道的预料 看来比想象中的难 与此同时 秦帝愤怒地说道 再拿玄命草 陛下 已经用了十株玄命草了 那为何没有效果 玄命草都是假的吗 这是真的玄命草 陛下息怒 朕本想试试他的身前 没想到却栽到他手里 此人来自金莲世界 修为高深莫测 我们避开就是 陛下想出情 可以派人杀他那几个徒弟 秦帝点点头 南宫文和南宫武 还没回来吗 只怕回不来了 令剑神白骨城前往赵府 朕不管他用什么方法 带他们其中一人的人头来见朕 属下这就去传旨 次日 剑神白骨城接到旨意 化作白鸿 朝着赵府的方向飞去 白骨城和西启树 都是秦帝的得力臂膀之一 当年小山一战结束后 白骨城本可以在军中担任要职 鉴于他的剑道 秦帝将其调离了军中 成了秦帝的重要爪牙之一 表面上是个江湖剑客 暗地里却在帮助秦帝 除去各种眼中钉肉中刺 曾有官员以为 白骨城在小山一战中 功高震主 这才被调离 于是暗中拉拢白骨城 反被白骨城一剑斩杀 自那以后 秦帝便将其视为心腹 而且经过近百年的江湖历练 白骨城剑法越发犀利 十命格以下的修行者 一剑斩杀 十二命格以上的修行者 也很难倒他三剑 所以被人尊称为 大秦第一剑客 和白发剑神的美誉 白骨城来到了赵府后 很谨慎小心 一直寻找机会 刺激而动 就像是一个很有耐心的恋人 陛下真的败了吗 白骨城在赶来之前 得到了消息称 秦帝在与赵府高手 招后逃走了 白骨城是少数知道 秦帝真正实力的人 能让秦帝顿逃 对方的实力 定在真人之上 所以他很小心 未完待续 出大事了 大秦第一剑客 白发战神白骨城 悄悄来到了赵府 要割下积天道徒弟的头颅 献给秦帝 但他知道赵府的高手 实力远在他之上 便一直藏在暗处 同时暗自庆幸 还好当初没有鲁莽 跟南宫文一起来 不然自己估计也要栽到这里 就在叶孤城无从下手之时 忽然 他看到一道身影 向着城外掠去 有人离开赵府 真是天助我已 那便拿你的人头 去见陛下 白骨城朝着东南方向 追了上去 半个时辰后 前方的人停下了脚步 白骨城看清 那是一位青袍剑客 青袍剑客轻轻挥动 手中紫色长剑 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剑钢 形成了紫色龙卷风 势不可挡 白骨城心中赞叹 好俊的剑法 这是何方剑客 这时 青袍剑客将紫色长剑收入剑客 大师兄 我这一招威力如何 此地还有人 白骨城寻声望去 看到一个身背大刀男子开口道 你的实际修为已超过我 不过要不了多久 我便会追杆上 而且我的刀法不弱于你 说完 于正海拔出碧玉刀 猛地斩了出去 百万道刀缸 立时覆盖全场 滑美绝伦 阎尘散去 整片大地支离破碎 如同被天雷洗礼过一样 于正海笑道 刀法也许不如剑法细腻 但威力却更为霸道 于上荣不以为然 请大师兄 你再看我这一招 长生剑瞬间出鞘 整个人化作一道闪电 消失在原地 白骨城紧握手中剑 心生惊讶 好快的速度 他五指扣剑 难以置信 身为剑客的他知道 这样的速度 到底有多可怕 此时的于上荣 化作一道紫色闪电 在空中时影时现 鬼神莫测 最后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白骨城紧握着自己的武器 在见识了于上荣的剑术之后 剑刀自信遭到了打击 思绪复杂 大师兄能否做到 这招没什么意义 只是速度快一些而已 我大可以另换命 一刀杀敌 有意义 至少可以提前发现敌人 说完 于上荣长生剑再次出鞘 朝着白骨城隐藏的方向杀去 朋友 看够了吗 糟了 被发现了 白骨城立刻拔剑 一边交手 一边后退 我无意冒犯二位 适逢路过此地 后会有期 这二人太厉害了 搞不好死的还是自己 得赶紧撤 但他刚一转身 一道刀钢从旁边斩了过来 白骨城赶紧横剑格挡 轰的一声 白骨城向后闪烁 于正海笑道 我就说结果一样 于上荣点点头 此人修为不错 似乎擅长见到 不如拿他试试 好 咱俩就拿他比比 看谁先取下他的向上人头 说完二人踏地 一同朝着白骨城掠去 白骨城见状 吓了一大跳 一个人他都很难应付 两个一起还怎么打 掉头就跑 当即施展大神通树 眨眼间消失在尽体 于上荣和于正海面面相去 此人为何如此惧怕 大概是我的刀法吓着他了 不对 应该是我的剑法 将他吓破了胆 逃走的白骨城 平复了下心绪 看着赵府的方向 陛下给的任务 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遇到两大高手算我倒霉 我就不信赵府没有弱者 是一欠掌一掷 白骨城决定 这次一旦遇到高手 就毫不犹豫离开 白骨城悄悄靠近赵府的东门 竟看到上古神兽穷奇蹲在这里 穷奇的感官非常敏锐 而且难以杀死 如果惊动赵府的高手 自己就死定了 他果断换了个方向 却看到了浑身沐浴祥瑞之气的白骨 白骨城果断离开 高手全都是高手 这任务不可能完成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最后却看到一个小姑娘 机会来了 手中剑缓缓出鞘 小家伙算你运气不好 你的人头我要了 此时 小鱼儿指着身前的小火机道 你飞呀 还要怎么不喷火呢 未完待续